大家好,今天本來是上班的時間 但9點多10點的時候,我現在在哪裏呢?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 猜不猜到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清真寺 9點多我會在清真寺 其實這個清真寺現在就不是清真寺 大家看看黃色牌 大家見到就是COVID-19的POP UP FACINS CLINIC POP UP只是借幾天給我們打針 其實我預約的時候還是預約第一針 我現在進去要跟他說我打針的其實是第二針 那究竟會怎樣呢? 會不會行呢? 我稍後告訴大家 由於最早的約定是10點 現在是9點41分 其實我們預早出來排排 所以就不是很長龍 為什麼我們要預約這麼早呢? 因為昨天我有同事已經來打針 但是他就說排在那些很曬的地方 排了很久 排了很久很多人就曬了很久 所以我們就寧願早一點在這裡排排 你看到其實什麼人都有 但這條隊仍然不是很長 好了就打完針了 現在都差不多11點了 我預約是10點 整個過程都很順利 打沒有了雙鐘那麼痛 還好像沒有第一針那麼痛 之前就說 其實我預約的時候 他是說我預約第一針 但是因為我是Health Care Worker 於是他就說我可以打第二針 但其實他預約的網站是沒有寫的 這條就是加拿大 有些事情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有些走站位 我都不懂得說 我都還在適應 希望沒事 今晚再拍一段 跟大家更新一下 究竟今晚還痛不痛 好 今早打完針 到現在大約9點9 究竟怎樣 今早打完一點感覺都沒有 好像打完就沒有打 但我覺得大約到6點多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覺得鼻子有點酸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些可能都是血 不過現在很痛 第一次打 第一針的時候 我打左手 右手都痛 但今次就 只是酸軟 我不知道 我會睡覺 睡醒了之後 究竟我明天還能不能上班 我都希望我能上班 否則如果我發燒或發冷 那我就不能上班 怎麼會給老闆看 我會睡覺